嗯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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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嘛 對 其實 我們 我們 很熟 嗯 我們都希望大家不要去亂猜測 嗯 對 不要說因為誰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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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誰 因為媒體最愛寫這種東西 嗯 我們都沒有 我們純粹只是因為 譬如詞上 個性有些差異 所以我們 最後 然後選擇這樣的模式 但是我們還是朋友啊 對啊 我們也是好朋友啊 同學都很年輕 他們都是18、19歲 從歐洲來的一些大學生 然後問到幾歲的時候 我就卡住 因為我在想說 要不要講我真的年紀 可是我都怕他們嚇到 所以我就說那你猜 然後大部分人就說 我猜差不多應該23吧24 然後就一直加一直加 最後我跟他說我42歲 然後他們就說 你怎麼可能保持得這麼好 我那時候呢一開始還不了解說 一定要是美國人的時候 我就說 我可以辦嗎 然後那個店員就說 不行要滿18歲 他以為我沒有滿18歲 會不會聊天 就變成你在美國生活一個很重要的機能 我想說完了不行 英文一定要講好 所以這個部分去報名了 我就很直接跑去語言學校問他說 有沒有四個禮拜的課 可以讓我上一下這樣子 有經過考試 然後我就被安插進去 程度最低的那一班 同學都很年輕 他們都是18、19歲 從歐洲來的一些大學生 大家都會問說 欸你從哪裡來啊 然後你幾歲啊 然後問到幾歲的時候 我就卡住 因為我在想說 要不要講我真的年紀 可是我都怕他們嚇到 所以我就說那你猜 然後大部分人就說 我猜差不多應該23吧24 然後我就想說人也太好了吧 他們真的看不出亞洲人的年紀 然後我就說沒有沒有再多more 他就 蛤?多?28 我說No more 蛤?30 我說No 再多一點 然後他說 蛤?30年? 你還比30多? 然後我就一直加 一直加 加到最後 我跟他說我42歲 然後他們就說 蛤? 尤其是女孩子 女孩子的反應 都說你怎麼 你怎麼可能保持得這麼好 然後就問我說 你做了什麼 我就說 每天晚上擦很多保養品啊 要運動啊 這樣子 然後 然後他們就說 哦 我好希望我 可以在30歲的時候 還是像你這樣子 40歲的時候還是像你這樣子 然後我就跟他說 OK啊 你不要喝可樂啊 含糖也沒有不要喝啊 我就去那個Vittoria Secret 維多利亞的迷迷 去買那個 他們的運動內衣 結果去結帳的時候 我就想說 欸來加個會員好了 因為畢竟 加會員是不是會有一些折扣等等的 然後我就問他們的那個店員說 嗯 我可以加會員嗎 他發現我不是美國人 他說 噢不行 我們一定要 一定要是美國人 而且 而且 你要在美國是有工作這樣子 我朋友剛好 他在美國是 他有綠卡 他美國有工作 然後 所以他就可以辦他們的信用卡這樣子 我那時候呢 一開始還不了解說 一定要是美國人的時候 我就說 嗯 我可以辦嗎 然後那個店員說 不行要滿18歲 他 他以為我沒有滿18歲 因為我跟我同學的女兒站在一起 他以為我是 他女兒的朋友 大概才15歲這樣子 是不是很扯 太扯 超扯 扯爆 我覺得真的是 蠻爽的 哈哈 很多時候 他們看我ID的時候 比方說像租車 他看我的護照 然後就 嚇到 1980生的 怎麼可能比我還老 但是看起來比我還年輕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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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